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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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阴阳竹的单独形态 除了大阳竹和大阴竹之外 还有十字声 那什么是十字声呢? 十字声是阴阳竹图表的一种代变形态 只开市价和收市价都差不多 实体竹身以一条横线代表 反映好淡双方势均力敌 如果十字声出现在上升趋势尾段 或者下跌趋势尾段 反映市况代变 趋势有机会转向 投资者适宜密切观察 等新趋势确认之后 就立刻采取相应行动 相反 如果十字声出现在横行走势当中 那启示性就有限了 无非都只是反映市场人士 举期不定 后市未有明确方向 根据上下影线的长短 十字声可以分为不同的形态 例如长十字声 即是上影线和下影线都比较长 代表交易时段内 出现很大的波幅 如果出现在高位或者低位 就有机会会转向 至于清廷十字 就是没有上影线 又或者只有很短的上影线 就像一个T字 如果出现在下跌趋势的支持位附近 就有机会反弹 如果出现在上升趋势的阻力位附近 就可能会回涂 而谁死十字 就是没有下影线 或者只有很短的下影线 好像一个倒转的T字 又可以叫墓碑 如果出现在上升趋势里面 那就预示趋势可能会结束 并且出现反转 相反 如果出现在下跌趋势里面 就有机会回稳 另外 十字声都可以没有上下影线 只有一条线 多数出现在涨停 跌停 或者极低交易量的情况